嗨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去菜市场买菜 买回来一下香菇 今天用这个香菇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做一道好吃又清淡的美食 首先把这个青菜切一下 放点水 把切好的菜拿下去泡 泡一下 放点盐 泡10分钟 细熟农药残留 把这个菜洗干净 这个香菇切一下切片 把这个猪肉切一下 把锅里放水把它烧开 然后把这个青菜倒下去焯水 放点盐 放点食用油 放油这个青菜更清脆 好了熟了就可以 把它捞上来 把青菜放到一个盘子里面 摆好 把这个香菇焯一下水 熟了香菇 把它盛上来 把锅里放油 把这个青菜倒下去 然后把这个肉炒下去 好香啊 焯出了这个中香味了 把这个香菇 加点生抽 这个香菇一起放下去 干燥 好 放点清水 好 大火烧开 好 装一下料 用点盐 加一点鸡精 用点水淀粉 把大火烧开 生一下汁 好 再放一点点油 保持青菜的亮度 好 马上盛上来 加到这个青菜里面去 一大美味的露墨香菇青菜就做好了 哇 你看 看上去的很想吃 这个青菜很爽气的 这道菜好吃又好看又清淡 营养丰富 朋友们喜好吗 喜好请赶注七位以年 身边点赞分享哦 谢谢你的支持和鼓励 朋友们下期见